接上个视频 现在我准备去马歇尔楼 我是从鸡公山万国广场这边过来的 这个别墅还是值得来看一下的 这个马歇尔楼是1906年 俄国商人建造的 有一栋主楼和一栋配楼 总建筑面积259平方米 这个别墅的样子挺别致的 大门是远拱形 门窗是弧形 房顶建造了八角小塔 1910年到1935年的25年间 大楼市鸡公山管理中心 1946年1月 美国总统特使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 参加国共两党在湖北宣化殿的调停谈判时 下榻在这座大楼里 所以呀 后期大楼改称马歇尔楼 直到今天 现在这里是马歇尔国共调停历史纪念馆 好 好 1 2 2 3 4 4 5 5 9 5 5 10 9 9 10 左手边的这个楼叫做花旗楼 中正防空洞的入口就在这栋楼里 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 前面这个亭子叫做会景厅 是个六角厅 坐落在悬崖石壁边缘 东望大东沟 该亭形状为六柱六角 亭内面积7.8平方米 建筑面积27平方米 属于钢筋水泥结构 这里的风景是很不错的 这个楼叫做花旗楼 原来是汇丰银行老板潘尔恩 于1918年前所建 当时为两栋 其中一栋转售给汉口花旗银行 这里就是中正防空洞的入口了 1938年8月20日 蒋介石来鸡公山时 征用此房作为临时行营 指挥武汉会站 这座楼的建筑面积为216平方米 为上下两层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正防空洞 中正防空洞和花旗楼相通 总长是63.3米 全部是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洞内分两层 外层是走廊 天窗 前后门 内层是会议室 书房和卫生间 为了以防不测 防空洞有三个出口 现在防空洞作为武汉会战历史纪念馆 其中的一个展厅 主要展示的是会战时期的图片 这里就是指挥部 这里一共有三个出口 这里就是第二个出口 这边就是第三个出口 但是过不去 封着了 这个石头叫做卧象石 说是外形 像一个卧着的大象 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哪像 风景不错 这个台叫做关机台 站在这里能看到报小风 报小风形式激光头 这个石头叫做双利石 恋爱石 位于机工山关机台 北侧的山岗上 说是酷似一对恋人 临风而立 咋说呢 你要说像吧也像 说不像吧 他也不像 这个亭子叫做逍遥亭 右名中正亭 坐落在跳舞厅和防空洞之间 逍遥亭是个八角亭 八柱八角 两层亭格 建筑面积77平方米 钢筋水泥结构 我现在是去报小风的路上 这一段路啊 还是挺漂亮的 夏天啊 肯定很凉快 前面啊 就是报小风的正门口 前面这个钟 叫做四地报小钟 钟身是青铜铸成的 钟的四周 各塑造了一只熊鸡 寓意四季常名 前面这个寺庙 叫做灵化寺 位于机工山 主峰报小峰后山 我没有进去啊 是不是有句话 叫做一人不逛庙啊 是吧 这里啊 就是机工山 比较著名的景点了 报小峰 机工山之所以 叫做机工山 就是因为报小峰的山头 报小峰 形式机工头 海拔765米 很多人都说 那是 啰嘴之夜 看关着翅膀 尾巴爪子很厉害 来 聊天 看见 你 看见 看见 你 看见 看见 我 我的 我 看见 我 这 这 看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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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